台飛關係緊張 原本海巡署的台中艦 預計在今天中午就要南下 前往距離台灣240海里的海域 執行護嶼作業 只不過因為發生了幻象戰機 墜海的事故 所以台中艦一度提前出發 北上支援搜救 好在兩名飛官及時的逃脫了 所以台中艦還是照著原定的計畫 南下護嶼 海巡人員在出發前 重新針對20機炮 進行實彈演練動作 其他船員也不斷整理 檢視船上的裝備 希望南下護嶼時能夠萬無一失 由於台飛關係緊張 因此海巡署中部機動隊台中艦艇 預計中午出發南下 前往距離台灣240海里的海域 保護台灣漁船作業 但因為遇到幻象2000戰鬥機 墜海事件讓任務一度提早 轉向北上支援搜救任務 總區親中也緊急通知 要該艦先緊急出行 所以提前出港 那現在出港之後 後來總區親子又通知說 可能取消任務 繼續恢復原來的南部海域護嬰情無價 好在兩名飛官即時彈跳逃離 因此台中艦也立即取消支援任務 繼續原來的南下行程 展開為期五天失業的護嶼任務 聯合報田造委台中報導 進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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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